我要挑戰當日遊日本 這樣子還可以帶大家探索一些 關於你在東京半夜要去哪裡的地方 我忘記把我的自拍棒拿出來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帶了行動電源但我忘記帶了線 我買了這個可愛的包包 想要放在影片最後然後抽獎送給大家 現在日本真的很流行這種泡泡質感的小包包 哈囉大家好我是Kana 那我們現在人呢位於桃園機場 今天的時間呢是3月9號的晚上7點 那今天呢來做一個非常特別的挑戰 我要挑戰當日遊日本 因為我等一下會搭乘晚上8點半的班機 到日本是晚上的凌晨12點10分 等於說我5月10號玩一整天 然後結束回台灣 先跟大家說想做這個挑戰 因為其實我爸爸媽媽是從事航空相關的產業 所以呢在疫情之前 我們家其實有好幾次就是非常荒唐的 當日來回 我記得有一次比較印象深刻 就是我們去沖繩一日遊 那時候的原因呢是因為我媽很想要買 KOSE的洗面乳 那個時候台灣還沒有進 所以很多人都去日本代購洗面乳 所以呢我現在呢就要來實施 東京一日遊的企劃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囉 然後呢跟大家說一下我今天買的話呢是樂陶航空的飛機 我是單程跟來回分開買 如果是來回買當然比較便宜 但是時間上的話我回程太早回來 所以呢我回程是買長榮的晚上8點 到台灣差不多也是11點12點左右 那因為我是買單趟的關係 所以價格比較高 就有7000塊左右 然後不含任何行李 3個小時大概可以從台北搭到高雄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跟大家說一下我今天的行李呢 就是一個包包 我裡面呢給大家看一下帶了什麼東西 有我的護照 衛生紙 帽子 行動電源 化妝包 就這樣子 現在的時間呢 晚上得7點48分 其實我剛剛突然想到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一件熱血的事情 而且呢這樣子還可以帶大家探索一些 關於你在東京半夜要去哪裡的地方 已經查好幾個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可以推薦給大家的行程這樣 然後因為今天大概是聯航的關係 我沒有買任何的重量 我也沒有買餐 唯一我有選的就是位置 我選比較前面的位置 因為這樣子可以提早下飛機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比較好的選擇 現在呢已經上飛機了 等一下稍微睡一下吧 畢竟等一下還有24小時要晚 要把握我被你們睡覺的時間 好的各位 那我現在已經到機場了 最後跟大家講一件我很悲傷的事情 我忘記把我的自拍棒拿出來 所以我現在全程都要只好用手拿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帶了行動電源 但我忘記帶了線 我真的要被我自己給氣死 目前的話沒有任何的地鐵 但是好像有他們這邊的巴士 還有計程車可以選擇 然後我們下來看一下要怎麼去好了 我剛剛呢已經去看了那個深夜巴士 好像因為現在的關係 所以就是 深夜巴士至少短到5點之後才會有 所以呢我現在直接就在旁邊改搭這輛車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搭這輛車去市去吧 好的各位 然後我們現在呢 因為那個肚子太餓了 所以我決定呢 當日來回東京的第一站 要先去吃拉麵 那因為我現在時間剛好是凌晨 帶大家去看看 這邊的日本宵夜有什麼拉麵可以吃 來日本花的第一筆費用就是計程車錢 總共是 八千六百八十 快要兩千台幣左右 這樣划算嗎 然後呢 現在的時間呢 是晚上的快要兩點 那跟大家講 就是這間拉麵 是我之前跟我媽一起來吃 然後我覺得這很好吃 能夠半夜開到這麼晚的拉麵 其實不多 然後上一次我媽他們來 差不多是滿晚的時間 如果說你剛好來日本玩 然後晚上想要吃拉麵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來這邊吃看看 今天開到晚上的四點半 所以我們就一起吃吃看吧 好的各位 現在的時間呢 是兩點半 然後跟大家說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我原本呢 就是預計的規劃 是說吃完拉麵後 然後想要去逛逛銀座的唐吉科德 因為再加上我的手機的充電線忘記帶 所以我沒想說去唐吉科德買 但是這邊銀座的唐吉科德 竟然不是24小時的 所以我現在要去找看看 附近有沒有其他唐吉科德 可以讓我稍微消磨一下時間 然後呢 我今天的其中一站呢 就是來這邊的全家 所以我現在心情很難過 所以我決定要先來全家買個東西吃 然後這個啊 發現我之前跟小江來發現非常好吃的奶酪 就是它算是有點像布丁 又有點介於奶酪的感覺 這個真的超好吃 我要買這個 我原本以為我這次來日本這趟會非常的順利 想說我都熟悶熟路了 現在有點不知道該去哪裡的感覺 但是沒關係 我已經想買飯了好不好 半夜兩點半坐在路邊吃布丁的我 今天還不到三個小時耶 八分之一的時間 不睡覺 OK的好不好 等一下繼續前往下個地方 好的各位 那現在呢 終於來到了唐吉科德 雖然台灣也有啦 但是你知道就是 來日本不免除去 還是會想逛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囉 好的各位 我現在已經買到我的 手機充電線了 剛剛在唐吉科德買了蠻多東西的 就是買一些 等一下要吃的Bitch 還有牙刷跟牙線 我等一下可能要刷個牙 現在的時間呢還沒有4點 那我發現前草這邊有一間 就是24小時的超市 這個在日本算是一個連鎖的 在一些特別的地方才有 叫做西遊超市 那剛好在前草的唐吉科德旁邊就有一間 它是在這邊的B1 推薦給大家如果來日本玩 晚上不知道去哪裡 想要放超市的朋友們 可以來找看看這個西遊超市喔 這一間呢 其實有點像是全聯的感覺 只是它全部都是日本的東西 然後像這邊還有一些長得很奇怪的餅乾 這邊的飲料超級齊全的 酒啊什麼都有 非常的方便耶 而且呢跟大家說 這邊現在3點半 居然還有打折的食物 這樣子就是可以不用擔心說 晚上想吃宵夜不知道就來吃 這現場還有賣這種鮭魚便當 然後423日幣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逛完超市了 現在的時間大概快到4點左右 然後這一棟ROX啊 就是前草這邊是一棟好像 多元性的百貨嗎 然後我剛剛看到這個上面的7樓 是一個 泡湯的地方 是不是很適合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可以來這邊泡個湯 休息一下 可能在台灣就是比較沒有像在日本 那麼常見有那麼多泡湯的地方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邊的ROX的泡湯吧 其實我第一次半夜就是一個人來這種溫泉 很推薦大家來泡溫泉的話 其實達到一個蠻舒服的 然後又可以減壓 然後如果說你還沒洗澡的朋友 也是可以來這邊洗澡泡溫泉這樣 他們的服務很多只到2點而已 這邊呢也有賣他們的餐廳 他們餐廳現在也是打烊的 但如果說你是在更早一點 比如說12點或是10點多左右的話 相信餐廳應該是還要開放的 然後它的方式呢 就是一個人的話 好像是2750 現在是深夜 所以有加一個額外的費用這樣子 就是這個鑰匙就代表你的入場 加上所有人在裡面的消費 你都不用付現金 你都只要先感應這個就可以了 整體來說我覺得空間蠻大的 然後我剛好看到裡面還有一些窗 然後還有按摩椅 它這邊的溫泉也是主打說 也是有蠻多不同種類的溫泉 然後有一些是碳酸的 然後有一些可能是戶外的 有一些是室內的這樣子 就非常方便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剛剛從這個南塘進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先讓你放你的鑰匙的 那放完鑰匙之後呢 這邊進去裡面就是南塘 它有一個露天的 可以看到對面的Skytree 那女生的話也是 沒訂閱我跟旁邊的朋友 會訂閱我們嗎 好的各位 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七點多 快到八點了 原本是想說 預計半夜的時候再爬起來 想說洗個澡 可以稍微再出來晃一下 但是呢 因為真的 其實有一點點累啦 所以我就不小心偷偷睡了 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那我現在準備前往去淺草 因為如果說你只來日本一天的朋友們 一定會想說 一定要看一下淺草的淺草寺 那我們就去淺草看看吧 好的各位 然後現在的時間呢 就是現在南媽八點頭左右 你們可以看一下現在這邊的人 超級爆多 跟我意外中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一直以為 感覺要十點後才會比較多人 沒想到還蠻多觀光客 就是一早就會來這邊拍照 雖然我覺得觀光人潮沒有到非常多啦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樣逛起來是蠻舒服的 所以如果說大家想要來淺草寺的話 可以早一點的啦 現在目前的人流狀況 應該還是可以好好的拍幾張照 然後淺草呢 也算是一個我每次來日本 一定會來逛的一個景點 紀念一下說 欸好像來日本那種感覺 畢竟淺草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地標這樣子 那如果喜歡的話 後面還有他們的神社 可以去求個千 然後呢 我現在呢 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大家如果來淺草 可能比較不知道的地方 就是在淺草他們對面 有一棟他們的那個 顧客中心 然後這邊的八樓啊 是有一個他們面對的站 可以來看一下這邊的展望塔 而且這邊展望嘛 拍出去 蠻漂亮 就可以拍到淺草塔 跟淺草寺喔 這一棟呢 就是剛上去的淺草文化Center 就在淺草寺過馬路的對面這一棟 然後上去的八樓有免費的展望台喔 好的各位 那我剛吃完了早餐 那因為店裡面其實蠻小的 然後再加上裡面的客人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呢 我想說出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那一間飯糰其實還蠻好吃的啦 就是它不是種那種內餡很多的飯糰 但是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的傳統日式 那跟一般吃到的便利場店 當然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主要是我覺得那個湯還蠻清淡的 但是清淡到不會讓你覺得說不好喝 它的清淡是那種很自然的原物料的味道 就是蔬菜的野味這樣子 所以呢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欸喝起來好像會覺得太淡啦 而且總體來講我覺得600塊一個set 算是還蠻ok的啦 裡面其實還蠻多日本人在排隊的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要來的話 要早點來喔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搭地鐵吧 然後呢因為呢我這次啊 就只有當天來回 所以我想說可以直接買這種優惠的票券 那就是可以搭就是東京的地鐵24小時 或是你要就是有這個都營地下鐵共乘的 我覺得我今天應該是MEDAL的24小時的券就可以了 所以我只要600塊 然後像一些你看他們這邊比較重要的地方啊 都有這個的話呢 就是有更多 它這邊就會有顯示可以搭的線在這邊 那就是看一下大家是希望以哪一種方式 然後呢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人來啊 就是其實為了交通這些事情就是可能會蠻困擾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票券就很適合說 如果你就是要玩好玩滿的人 但如果你今天可能只是去澀谷逛個街 你可能就逛一整個下午了 你都是在那邊晃的話 那我覺得就不用買這個券 只要花600日幣就可以把地鐵做到吧喔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坐地鐵喔 好的各位呢現在的時間呢大概11點多左右 我們現在來到呢六本木Hills 其實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六本木這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這邊算是一個比較安靜 然後有點時髦的地方 那這邊的建築啊我覺得走一個比較現代一點的 那這附近的東西呢就是還有那個 東京這邊有那個美術館在這邊 然後還有很多吃的食物啊或是一些小店 其實都集中在六本木這邊 然後可能再往前走一點就可以到中木黑那邊 可以喝咖啡或是像是會比壽啊 其實這一區就是相對來講算是一個高級富人區這樣子 然後我有在那個網路上有看到 六本木Hills的樓上有一間 好像是那種早午餐的店 然後是西式那種感覺 然後它網路上感覺還不錯 所以想說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這個六本木的Hills就在它的車站附近 其實走路蠻快就到了 它上面還有那個六本木的展望台 也是非常漂亮喔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吧 然後呢這邊的百貨公司其實大品牌也是有 有一些蠻多日系品牌在這邊都有分店這樣子 這邊上面還有森美術館跟展望台的方向 如果喜歡這種文藝感的朋友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然後呢我剛吃完那家餐廳 我覺得很好吃 它雖然是那種義式料理 但是我覺得日本的義式料理好像都有做一點的稍微不一樣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非常好吃 尤其是那個義大利麵的部分 就是中午的時段 所以中午都有套餐 可以加購升級成 有套餐沙拉跟飲料 我覺得很棒 大家如果來六本木玩可以來這邊吃吃看喔 好的各位那現在的時間呢 大概是一點出頭 然後我剛剛從六本木沙過來有一個站 是我自己個人很喜歡的站 叫做惠比壽 然後這邊惠比壽呢 我真的很建議大家如果來東京玩 一定要找時間來這邊 那我現在帶大家逛逛一下惠比壽 因為現在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速逛 OK GO 好的各位那我剛剛已經逛完了剛剛那間的玄霧店的這樣子 其實這附近真的有非常多可愛的小店 如果真的有機會再來東京玩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呢我要去找附近的咖啡廳 因為畢竟大家來這邊可能逛街逛久了也會累 然後再跟大家說建議大家可以從這邊開始逛 或是從代觀山那邊逛過來 因為我覺得代觀山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希望我們現在就是慢慢往代觀山的方向前進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先到你們 pictures 剛剛進來的這間店呢 叫做 然後呢這邊還有一個 水果三明治 這個的話大概2000克玉米 然後下面還有冰淇淋 跟鮮奶油 我覺得你們可以吃這間耶 它另外一個好像是有芒果還是柑橘之類的 你看看這邊的水果三明治 就是水果是水果 鮮奶油是鮮奶油三明治是三明治 我覺得沒有搭在一起耶 但是我大家是為了拍照好看的話 是可以買一次看看 但是跟大家說那三明治吐司很軟 我是覺得算是一個蠻新鮮的挑戰啦 但是呢我不會再吃第二次了 它沒有特別好吃也沒有特別難吃 就是普通的東西 好的各位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下午的4點鐘 我現在來到了東京的 新宿站 那為什麼會選擇新宿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想要吃HUPS蛋糕 新宿的這個Luminae東口下面 剛好有一間HUPS的分店這樣子 這邊呢很方便的是還有教你怎麼搭交通 如果說像我等一下去雨田搭飛機啊 或是說你們要去成田的話 這邊的路線其實都算是還蠻方便 而且我記得好像還有巴士可以直接到 再加上呢新宿這邊是很多人的旅遊首選 真的是讓你逛不完 然後離哥武基町也很近 很多人都會住這邊 那如果呢只有當天來回 來新宿大家去哪些地方呢? 我們繼續走吧 走吧 然後我要跟女生們介紹 就是Luminae這邊呢 就是佑妮也說還有洋洋也說 他們就是超級愛逛Luminae 這邊Luminae這邊有各種女孩子的衣服 就是非常適合女孩們來這邊逛街 然後這邊呢其實也是好幾層樓啦 然後像是大家很常見的這個品牌 日系的品牌這邊都有 Luminae這邊呢好像是二樓 這邊有一些座位區 如果這邊逛街逛累了 其實也可以這邊坐一下 跟大家說這一棟 大概有95%全部都是女生 剩下的5%是陪女朋友來的男生 所以我在這邊就顯得非常的突兀 但是這邊呢就我覺得是非常漂亮啦 然後坐在這邊呢就是非常悠閒的感覺 好的各位現在的時間呢 是已經5點鐘了 我是搭8點20的班機這樣子 所以我大概6點20要到 然後我剛剛呢買了要送給大家的東西 我買了這個可愛的包包 想要放在影片最後然後抽獎送給大家 現在日本真的很流行這種泡泡質感的小包包 然後到時候呢抽獎資訊就放在下面 我跟大家說如果來這邊錄哪東西的話 五千塊日幣以上都可以退稅 在他們的B1或是六樓都有退稅的櫃 好啦然後差不多我去買個飲料之後呢 我就要差不多搭車回去了 結束我的當日來回日本的旅行這樣子 好各位各位那現在的時間是5點36分左右 我等一下要先搭去大概挺餐或是冰松 然後再從那邊轉那個機場的快線這樣子 然後跟大家說如果你們是搭JR線的話 像是這個MEDO樓的話就不算 因為它是JR的系統 但如果你是要去機場搭JR或是成田怪線的話 你要買套票你可能要先上網看一下 你會去哪些地方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差不多要搭JR走囉 好的各位現在的時間呢 是大概6點10分左右 然後呢我們現在在冰松餐這邊要準備轉去旅田機場了 今天的一天真的是過得滿匆忙的這樣子 跟大家說如果說你是跟我一樣想要當天來回的朋友的話 一定要抓好時間 因為他們下班時間人潮真的非常多 就是如果你們要選這個時間點回去的話 一定要行李的話可能就不要帶太多 不然就是要多提早抓時間 現在呢要準備去搭機場快線囉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第一行下找不到長榮航空的櫃台 是三行下 Jahren 我好像趕出了就是航空 我現在想要衝到第三行下 因為在第一行下 我現在先打到聯絡一下 好